近日,董璇穿着一身黑衣现身机场,整个人身穿黑色外衣,搭配黑色运动裤,而且头戴黑色压折帽和大墨镜,看起来十分低调,据悉。 董璇此次是一个人短暂回国处理一些事情,可能很快就会回澳洲,毕竟高云祥案第六次庭审就在八月底,自从高云祥案发生以来,董璇就一直在为高云祥的事情奔波,澳洲大陆两头跑,当高云祥案发生的时候,很多人都为董璇感到不值,对于之后董璇全力支持,丈夫的行为也表示不解,但是董璇没有在乎别人的看法,一直在为此奔波,据爆料。 高云祥之所以能够保释,就是简方看在董璇奔波不容易的份上,董璇一直给人的感觉都是很温柔,有点柔弱的女人,但是在高云祥案发生,以后却让人看到了他坚强的一面,很多网友都说,简直和雪花女神龙一样厉害。 虽然董璇在社交网站给人的感觉都是很积极乐观的,但是现身机场脸上的憔悴和疲态,却是一点就能看出,不难想象在高云祥出事的这段时间里,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,既要调节自己的心理,还有为高云祥的事情奔波, 这也让很多网友表示很心疼董璇,对于高云祥是一片骂声,不过高云祥案最近也是在比较关键的时刻,据爆料现在高云祥方和受害女士张希一方各执一子,张希方认为是高云祥和王晶,强迫和张希女士发生关系,但是高云祥的律师称是张希女士主动,他对高云祥有好感,两人发生关系是你情我愿,而这也将是高云祥脱队的关键, 之前虽然有爆料趁张希方想索要一千万澳元,约和五千万人民币和解此事,但最终证明这件事属于谣传,而最近有港媒报道,张希老公在澳洲其实有深厚的背景,身家高达三十亿,张希处事那天晚上,是因为和老公一位小事争吵,最终才酿成大错,而张希老公也坚决不同意和解此事,他想将高云祥和王晶送进监狱,而最后的结果, 到底怎么宣判,现在最大的争议,点击时,就在于受害人张希是否出于自愿,而高云祥想想脱岁,需要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,张希是自愿的,而这一案件将如何发展,就让我们持续关注8月30日的第六次庭审,只希望不管怎样,董璇都能够坚强,照顾好自己。 ,董璇都能够坚强,照顾好自己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